之前这一篇里面有姐妹问我这个发型怎么搞 然后今天就给你们安排上 然后顺便我还搞了一款偏批发的类型 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一下 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的老朋友这种尖头的刹子 边发里面一定要准备一把的 你在分发份的时候 要从正中再偏一点点 大概从这个位置开始 像我们左边分的 我们边发重点就在左边 视觉重心也会会在左半张脸上 还是这个尖头书从这个侧面插进去 把这边的头发拿起来 然后把这个头发尽量均等的一分为三 第一缕的时候呢 记得这个前面的头发要往后面走 压到后面去这样会比较好看 这样子编完第一次之后呢 从侧面取一点点头发 再加入到中间这一缕 然后再编 然后呢慢慢的一点一点 把你脸侧的头发都加到这个编的头发里面 差不多从耳朵尖的这个位置开始 就不用再加进去头发 一直编到底就可以了 这个编度完成之后 我们给它做领寸就是稍微扯松一点点 按住下面的部分 然后扯 头顶的地方特别是可以扯一下 让它整体看上去更加的饱满一点 拿一个这种黑色的补妆卡的 给它沿着这个耳朵根的位置 跟后面头发一起固定一下 就是它会牢牢的贴在你的耳朵这个位置 右边其实会更加简单 前面的这种小碎放来留下来 剩下的这些地方呢 给它编成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麻花辫 先起一个头 然后慢慢的从耳侧加入头发进去 编的时候呢 你记得拉紧向着你耳朵后面这个方向编 这样子你编出来之后 就更方便夹在你耳朵后面 完成之后它这个头发比较少 所以直接这样子夹到耳朵后面 它其实就是不会动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第二个发型呢 就是你们之前看到的那个编法 其实就是在这个发型的基础上 再做一点小小的改动 把所有的头发呢 都往你麻花辫比较大的这一侧放就可以 拿一个那种细的橡皮圈 把这边所有的头发都给扎起来 扎完之后把它往下面捋一捋 然后在这里中间一分为二掏一个洞出来 把这个头发呢 记得是从外侧像脖子内侧这样子掏进去 把它再给拉紧 让它闭合起来 我找了一个这种黑色丝绒比较大的蝴蝶结 把它直接套在你的头发上 这样一个超级简单的单侧编发就完成了 而且这个黑色蝴蝶结 因为它有这个脱带的叙叙 其实还蛮心机的 这样看过去就会显得发那种非常多的感觉